李宗盛議員 現場的朋友好,網上的朋友好 首先不好意思,今天遲了一點 今天大家出席這個 其實就是一個叫做 我和我的清華的分享會 我們今天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我們今天有三節的講座 完了之後,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們也有一個道上團 大概四點鐘左右 大家也可以參加 因為接下來這三位講者 都是用普通話來主講 所以我都用我一些的講譜 很差的普通話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展覽從一月份開末以來 已經有近兩萬人觀眾參觀 本月底,清華大學一百一十週年的消薪 清華大學的前校長,顧炳麟元氏 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 兼校史編輯委員會副主任 校友總委副主任 副會長史中海教授 專門蘇清華大學的代表團來香港 我們先給點掌聲史教授 我們很榮幸可以邀請到史教授到我們這邊來 就想請史教授講幾句話 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特別高興來參加今天下午的這樣一個分享會 因為我們這個展覽叫《清華的人和事》 所以在宮棚校長講他的故事之前呢 我也藉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個我所了解到的 或者我知道的清華的人、事和物 因為我在清華已經四十多年了 所以我在清華 我對清華還是有很深的一些體會和認識 大家在看那個展覽的時候呢 注意到清華有一棟建築叫科學館 這個科學館呢是1917年建 1917年、1919年把它建成 建成了這個館呢 就是清華物理系的系館 物理系就在這個館裡面 一直辦公啊等等之類的 所以很多的實驗室呢 也在這個科學館裡面 我一直體會呢 那一棟建築啊 它是因為有了人 然後又有了事 和這個建築一起 變成了歷史 演變 隨著時間的流逝 最終呢 它演變成了歷史 然後呢 那棟建築呢 也因為有了人和事 它就會有了文化的印記 然後就會有了歷史的滄桑 所以1919年這個建築落成之後呢 物理系 清華大學物理系就進去了 而進到物理系 這個過程當中呢 有一個著名的 咱們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人物 我們把它稱之為 叫大師的大師 有一位叫葉喜孫的先生 他是早年在清華讀書 然後留學美國 他在美國的時候呢 也做了一個很重要的發現 如果我們讀物理的話呢 有一個叫普朗克常數 他測出來的這個常數呢 在全世界的物理系 沿用了十幾年 這個葉喜孫先生呢 一九二幾年回來 到二十六年的時候呢 他就在清華的物理系 做系主任 做教授 一直做到五十年代 然後他就在那個 我剛才前面提到的 那棟叫科學館的建築裡邊 做物理的研究 做物理系的系主任 然後教學生 而這個清華大學的科學館 從當中培養出來 或者走出來 中國最著名的一批科學家 葉喜孫呢 他後來自己沒有做太多的研究 他就致力於培養中國一批 最優秀的物理學家 物理科學家 所以呢 我們把他稱之為叫大師的大師 然後在他培養學生的當中呢 有一批成為了中國後來的院士 包括我們看到的 我們所熟耳熟能詳的 楊振寧先生啊 李正道先生啊 他們其實都是 葉喜孫先生的學生 所以葉喜孫呢 我覺得遇人無數 而他自己呢 也因此得到了這個大師的大師的 這樣的一個稱謂 所以這個物理系 這個物理系 我們的這個科學館 就因為這樣的人和事 變得有歷史 然後變得有清華的這種文化的底蕙 他們當中有一批是為中國的科學發展 是做了重要貢獻的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展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類情懷 其中一位著名的人物呢 叫王幹昌 王幹昌呢 是清華自己培養的第一批本科生 王幹昌先生1925年入學 1929年畢業 所以他是清華 開始自己培養本科生之後的第一批 所以他正好在當做本科生的時候呢 葉啟孫先生做這個物理系的系主任做教授 王幹昌呢 後來也成為世界著名的科學家 也做這種粒子研究啊等等之類的 他差點有可能拿到諾貝爾獎 但是呢這個王幹昌先生在50年代的時候 當這個全世界美國啊 蘇聯啊或者是英法他們研製出來原子彈之後的話呢 中國當時也要做原子彈的研究 於是呢這個王幹昌呢 就被當時的領導請去跟他說 現在有一件重要的工作請他來參與 但是如果他要參與的話呢 他就長期要隱姓埋名 這個王幹昌先生呢就說了一句話 他說我願以身許國 當我們說到清華的人事和物的時候 我願以身許國是清華文化的一個重要體現 清華的這幫學生呢 從王幹昌他們上個世紀20年在清華讀書的時候 他們就立下了這樣的一個報復 他們希望科學救國 他們希望通過努力呢 讓我們中國人能夠過上更幸福和更好的生活 所以這個王幹昌先生呢 長期隱姓埋名參與了中國原子彈的研究 後來楊振寧先生呢 對這件事有一個評價 他說如果沒有中國在60年代 造出了原子彈這件事的話 中國不可能有今天的一個 全世界的一個社會發展環境 那我們如果沒有核的話 我們可能會被人家欺負 所以呢 王幹昌先生是從我剛才提到的那個科學館走出來的 那個科學館走出來 一堆我們中國最厲害的最有名的科學家 所以各位你們看那個展覽的時候呢 你們會看到那個裡邊關於清華的人 關於清華的事 還有清華的物 清華的這些建築呢 因為有了這些人和事 就變得剛才我提到的 有了歷史感 有了歷史的縱深感 有了歷史的蒼山感 還帶有了清華的文化特征 所以我在這兒分享這個故事 一會兒宮鵬教授 宮鵬向老會講 他在清華的日子 我也期待著呢 各位朋友 你們有機會到北京到清華 看看清華的美麗的校園 看看清華的教堂 這些校園 這些建築 其實都帶著 剛才我說的歷史的印記 都帶著文化的特征 謝謝 非常感謝史教授的分享 接下來呢 我們先介紹第一位長者 第一位長者是 香港大學副校長 宮鵬教授 宮教授曾經是 清華大學理科院的院長 和那個 地球系系統科學系的主任 宮教授的長題就是 我在清華大學的日子 我們先有請宮教授 我還是站著講吧 這個 咱們時間是控制在多長 半小時 半小時之內 好 我爭取半小時之內 我今天非常非常的高興啊 這個其實 一月份咱們開館的時候呢 這個紀念館呢 就想讓我來幫著做一個介紹 也就是給大家住住信 讓大家知道清華是一個什麼樣的環境 我也理解 可是那個時候呢 由於COVID 由於這個一些其他的事情 就沒能成形 所以今天我非常開心 有這個機會 見到我的學校的 也算我的母校之一了啊 的這個同事和老領導 這個我非常開心 和他們一起 在一起做一個交流 那麼為了讓大家感覺得一下 這個清華大學 有多偉大 我還是這個 給大家也回顧一下 在我進入清華之前 我從哪來 當然我這個提綱今天呢 是這樣一些內容 就是我到清華之前 都去過一些什麼樣的地方 我遇到清華人給我的感覺是什麼 剛開始 然後呢 和清華本科 畢業以後的 就是在清華 學了本科以後 讀的研究生的人 到伯克利和我合作的時候 我對他們的一些感覺 然後呢 就是進入到清華園以後 我的這個一些感受吧 有些比較小標題 一會兒我會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是在這麼一個地方出生的 大家看看這個圖裡面 這個有一條河的吧 我們看中國歷史 看清朝 我們今天叫清華對吧 清華肯定是與大清國有關係 那麼這個圖啊 裡面有一條河 實際上是一個龍的形狀 那個河呢 如果我在Google公司的話 Google Earth公司就會給大家 發一個鏈接 叫你猜這是哪兒 誰猜的最近 就給誰一個杯子 或者什麼禮物 大家猜猜這是哪兒啊 裡面還有一個村子 我相信如果不在 因為我沒給大家那麼多 clue對吧 你不一定能猜到 非常有趣 我在Google的時候 真的遇到他用這個圖 來讓我們壓題 我還真壓對了一個題 給了我一個杯子 我拿回來要給我們 在清華的時候 要給我辦公室的一個同事 最後一步 那個杯子落到地上 在地板上打碎了 如果是有地毯或者木地板 可能就不會碎 從Google我不遠萬里 帶了一個杯子 最後沒拿到 當時我猜了一個名字 就叫萊羊 那個圖上這個衛星影像 叫你猜是哪兒 我說萊羊 結果那個地方在大連 在辽宁 在全世界 我猜到了山東的萊羊 地理距離離那個大連最近 所以這個我猜對了 那這就是萊羊 這個這條河呢 叫五龍河 我呢就在那個 有個槓在那兒寫的西上莊 我在那兒長大的 所以我是地地道道的 一個農村孩子 這個農村的景象 在我小時候 就是這個樣子 有機肥 你看那遠處 那個一個鑼子拉著一個車 卸下來不是泥土 是在村子裡面 積攢出來的肥料 然後呢放到田裡去 這個農耕的這些農具 在這個收穫了以後 在自己的院子裡面的 場 在場上 就場子啊 場子上 要把這個糧食給弄乾 最後變成脫粒脫骨 最後變成我們吃的糧食 還有墨 你看遠處那個墨 對吧 一個一個驴拉墨 對吧 家裡啊整個這個樣子 這個呢 是我專門讓一個藝術家 按照我的想像 要求的內容畫出來的 這個我在清華 有這個自由 我還雇了一個藝術家 和我合作 一直這個 我要是想展示點什麼的時候 我就請這個藝術家 給我這個 畫一個圖 那麼我呢 從農村長大 我自己看到 村子裡面 電燈進去 進電 進廣播 有限廣播 柴油機 12馬力的柴油機 各種各樣農具 都還有化肥 比方是鞍水 這種這個 這些東西 農藥 都是在那個時間 這個 我小的時候 童年的時候 看到 所以中國呢 就是這麼一個農業的社會 那我上大學的時候呢 讀到了宋映 1637年寫的一本書 宋映 是個江西人 他這本書呢 叫天公開悟 我讀這個天公開悟的時候 它裡面無非就是中國的 古代的一些技術 野煉啊 養殘啊 紡織啊 種小麥啊 播種機啊 各種各樣的東西都在裡面 還有做的這個農具啊 這個木工啊 都在裡面 那我當時看完了以後 我就覺得 哇 這是四百多年前的這個描述 和我小時候在農村的那個所見所聞一模一樣 我說這社會沒改變啊 那麼中國就在這過去的四十年裡面 我們從一個農業社會 走到了今天 如此繁榮發達的一個現代社會 所以這個 我呢也是 感謝這個好的時代 讓我能夠跨越這麼多年的經歷 那麼我十五歲呢上南京大學 在那兒呢 這個學了全球的環境 和這個計算機圖形 這方面的課 然後呢1986年 我去了加拿大的布列丁哥倫比亞大學 在那兒讀了一年 轉學到滑鐵盧 到滑鐵盧大學 我拿了這個博士學位 是這個 我覺得在那打牢了一個 技術的基礎 大家都知道滑鐵盧的計算機好 是吧 我在那兒也學了一點 然後呢 我就到粵克大學物理系 工作了一年 然後去了卡爾加里大學 在工學院教了三年書 然後呢去了伯克利 在伯克利 我實際上 我的學術職位在那兒是二十年 我是改革開放以後 伯克利第一個 為二啊 兩個人我們倆同時 還有一個統計系的教授 叫玉斌 我們倆是第一批拿到終身的 1997年 是第一批拿到正教授的 2001年 拿到的正教授 這是我們的 我那個時候的一點經歷啊 我到現在為止呢 培養了這個 四十多個大學教師 其中呢有十六個在美國 包括兩個在伯克利 有一個在 UCLA 然後呢 二十多位在這個祖國的內地 然後呢 兩位在台灣大學 國立台灣大學啊 不是在別的學校 還有一位呢 在加拿 我還培養了一位 這個非洲的這個黑人學生 是在清華 培養了他四年 最後他回去 直接一步到位 當教授 當然我 我自己還要去替他吹啊 什麼的 最後反正成功了 那麼這兒寫的 這些經歷呢 培養了我在環境和健康的 保護方面的工作的熱情 那麼從此以後呢 我做的一些事情呢 就是全球變化 星球健康和城市系統 那麼今天呢 全球環境面臨的 全球性的難題呢 是氣候變化 土地的變化 淡水資源的欠缺 海洋的酸化 生物多樣性 大氣成分的這個改變 還有這個養分循環 氮啊 磷啊 這些營養的循環 讓整個地球的環境 變得很不好 那麼 國外有一些這個論文 最近的二十年 一直在不斷地這個講 這個 怎麼去應對這些變化 那麼提出了一些概念 這個圖呢 有點英語 叫這個 土地的動態的 制圖 監測和模擬 那麼把它這個 監測好了以後呢 最後去支持我們研究 環境相關的傳染病 我們COVID也是環境相關的傳染病 實際上是動物傳給人的 這個SARS也是 他們的來源都在自然界的 某一方面 我的研究基本上就是把上面 人的行動 動物的行動 和環境的背景 Couple到一起 偶合到一起 去看他們的關係 他們相互支撐是怎麼一個關聯 最後讓哪些東西出現變化 能夠這個影響到 我們這個人類的福祉和健康 那當然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這大量的工作都是在清華大學做出來的 我是2010年進入到清華大學 一會兒我給大家講我跟清華大學的緣分 那麼這些工作呢 最後就是有一件工作在全世界 我們現在在大學裡面喜歡講 他是不是第一個做了什麼 他做了什麼開創性的工作 他有什麼樣的新理論 有什麼樣的新發現 我在清華大學的時候呢 做了全球最高分辨率 當時30米分辨率的地表覆蓋的圖 全球無死角 全部都覆蓋 然後呢又做了10米 也是全世界最先的 然後呢做了3米 做這個3米做到這個時候呢 全世界沒有人還能做 只有我們做了 當然我們在清華網站上發布了以後呢 被185個國家5萬多個獨立的用戶 下載了大約1億次 在過去10年的時間裡 所以這個數量都是很驚人的 在2019年的時候 還只有三千多萬次 後來這幾年過來 每年就增加兩三千萬次 那麼下面呢就講講 我第一次遇到清華人給我的印象 我是南京大學本科嘛 這個在高中的時候呢 偶爾學到好的時候 會有些家長或者同學說 清華的料子 說我是個清華的料子 結果我很不幸 我特別想去北京大學 對不起啊 我那個時候想學物理 覺得北京大學是物理好 就想去學物理 這個但是我1980年 考的時候根本就沒有可能去北京大學 所以呢我想南京大學去學個物理應該可以 結果很不幸 南京大學沒想到低估了南京大學的實力 結果被分到地理系去學的地理 當時學地理的時候 我父母就臉全是黑的 都是覺得不去了 明年再復讀一年去 可是那時候咱們都知道 十四五歲的時候呢 最跟父母較勁的時候 我們想著辦法要哄著 要讓他們高興讓我走 要是不讓我走 那簡直是我巨大的失敗 不能在家裡逆反 跟父母有這個關係 所以我呢 第一次接触到清華的學生 是我讀研究生的時候 有兩個研究生同學清華考來 我那時候從他們身上看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種自信 不慌不忙的從容 還有呢 聽什麼耳子都順 沒有那種讓人覺得憤青啊 都說那憤青憤怒青年 不是憤怒清華學生啊 不是這個意思 那個沒有那種憤青的勁 在南京我們同學年輕啊 這個氣盛都什麼都看不慣 講起來都覺得批判性 那個火藥味很重 我這兩個同學不一樣 很平靜 這倆環境學院的同學 現在我們還保持聯繫 一個朱冬衛一個李嘉誠 他們這個 不是李嘉誠 李嘉宏 這個我兩個同學都非常好 所以我 這是我在南京的時候 讀研究生遇到他們 那麼在去了這個 柏克利的時候 我開始招很優秀的學生 因為在別的地兒 不太容易招到清華的學生 那麼在柏克利呢 還能吸引到清華的學生 那麼那兒的學生呢 給我的感覺就是 學習力超強很會學 那你都不 就是你給他 跟他討論一個問題 他馬上 這個 特別是後來的那些學生 你跟他說著什麼 他心不在焉 手一直手就在那兒動 帶著手機就在那兒 就在那兒這個 這麼動著啊 等你給他講到哪個地方的時候 他就說 哦這個這兒有篇文章 什麼我看到 給你的感覺呢 就是知識啊 和學習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強 那麼第一個學生 一九九七九八年的樣子 我在這個柏克利 招第一個清華的 自動化系的學生 那時候他給我的印象就是 一那個上Google 要去查 上網查 我當時心裡啊 就很排斥 我說這傢伙 怎麼什麼東西都上網查呢 這網上那東西又沒有 對吧 沒筆標籤畫 正確不正確 漁目混珠什麼都有 怎麼能讓 他怎麼能去信網 不去查書呢 對吧 查課本 到圖書館去找真理 怎麼他上網查 其實這就是他們掌握 新的技術的能力超強 我這是我的一個印象 另外就是效率超高 就我的那個時候的學生 你給他交代一個事情 別人可能乾脆就做不了 或者好長時間才能做出來 清華的學生呢 可以很快地做出來 第三個做的東西的質量好 第四個呢 就是他很 他不滿意 眼光啊就是眼光高 他不會滿足於說 這個我隨便做個東西 給你交個賬就行了 你給你的東西一定要好 當然有些時候也會遇到他 這個卡壳的時候 你會說怎麼沒弄出來啊 一般人是湊合做就做出來了 然後就可以去用了 他們呢就是不會隨便湊合 所以這些呢 都是我在清華觀察到的 這些學生啊 後來我到清華也有同樣的 重複著我的這個認識 我對清華人的這種認識 從自信從容而順 學習能力強效率高 質量好眼光高 這些都是值得稱讚的 我故意地把那個創造力放在一個藍的顏色上 我今天要講講創造力 創造力呢 我覺得我們和國外的學校的學生比 想像力和創造力呢 我覺得清華的學生也沒有這個突破 這是一個這個特點 就是別人有的我就能幹 別人幹了的我就能幹的比他好 但是說別人沒想到的 你想到了嗎 別人沒做到的 別人匪夷所思的 從無到有的 你想著去做了嗎 這樣的事情上呢 我覺得我們清華的學生 讓我的感覺呢 和咱們內地的其他的學生呢 沒有那麼大的分別 這是我這個 當時和現在一直的一種感覺 這個 那麼後來呢 這也是我希望加入到清華大學去呢 希望改變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 我們要做Optish 要做從無到有的事情 這個 所以我在清華呢 還是做了一點點嘗試 也得到了學生的歡迎 作者 你比方說 我們做全球內製圖的時候 那是上百萬張衛星影像 在十多年前的時候 那個數據量已經很大了 今天我們把 剛剛做那個 三十米分辨率那個數據 我們在2021年做出來的時候 是十個PB的這個數據存儲 就是這一類的事情 當時我提出來做的時候 沒有人認為能做 不可能 impossible 這個 但最後呢 等我們做出來 他們會覺得 哇 原來我們能做出來 全世界別人都沒想到 能做到 這就是我們應該 帶頭去做的 改變的一些事情 那麼我進 2010年進到清華 準確的說是2009年11月18日 我進入清華 我為什麼記得這個日子呢 因為是2009年5月19號 清華大學給我發的 入職通知書 學校人事處給你發入 這通知書很簡單 對吧 通知這個公朋到清華大學 這個報道 這個就行了 然後呢 給你待遇沒有 沒有寫 沒有一封信上說 我們給你多少錢 給你什麼職稱沒有 對吧 就是這麼一個通知 給了我以後 其實我那個時候 已經在幫著 學校做一些事情 但是呢 我就壓壓壓壓壓 等到最後一天 半年有效 有效期半年 這個通知 我等到最後一天 我覺得下個決心吧 這個還是趕緊 加入到清華的這個 這個大家庭裡面去 非常溫暖啊 所以呢 我進去以後 我就覺得這輩子 特別到後面 因為我的一個使命吧 一會兒我給大家講 就是去 復健地學 就是 我是學地理的嘛 對吧 復健地學 不一定是地理學 一會兒我給你們講講 還是很有故事 我當時就想 這一輩子就在清華了 做清華人 我非常地喜歡 學校的校園環境 剛剛這個 鍾凱老師 給大家介紹的科學館 這個我也 我也在那兒待過幾天 在那個 有幸在那兒蹭了一點熱度 這個也算從那裏面出來的 在裏面租了那個 陳昊明老師 在裏面這個借 借了三間半辦公室 我們開始了 對吧 後來我們搬到別地兒 逐步地擴大 走出去了 所以這個 曾經想啊 自己會中老再清華 我甚至2018年 把學校租的房子 花了巨款 做了一個精裝修 裝修完就想著 永遠在學校 只要學校不趕我 我就在學校住著了 我把我父母接去 我記得 我母親 就說她小的時候啊 多麼 被老師們說得 多麼的這個 嚮往清華 我帶著她 沿著萬泉河的 那個水渠啊 二校門外面那個 勾啊走啊 我牽著她的手 這段時光啊 到如今還讓我歷歷在目 嗯 如果 稍微說一點清華園的事情 我前面已經講了 清華一定是 這個 做有品味 最有眼光的事情 而且清華人的 義務責任擔當 是我感覺 最分明的 因為我在內地呢 有一些學校 我在南京大學 待過 我也在南京大學 幫著我母校 見過一個研究所 所以跟學校的領導啊 也都有些 接觸 昨天中午 跟這個 譚鐵牛書記 你們知道 他是 咱們中聯辦 副主任 回去到南京大學 當這個書記 他來一講 把南京大學的缺點 一下就指出來了 所以我在那兒 當時我也有 有同樣的感覺 然後我在北京師範大學 也幫著 沒進去 幫著建了一個機構 所以呢 這個也知道那樣的學校 我覺得清華呢 是這個 抓大事 國家有什麼需要 就 衝上去的 給我的感覺那時候 清華是 和這些其他學校不一樣 很多其他學校 老師是 忙活著自己的事情 但是 清華的 這個老師 他有這種責任擔當 所以這是我進到 清華去 一個感覺 我說他們有眼光 學校領導有眼光 我當時的感覺就是這樣 他挑最好的人 要到這個學校裡來 所以今天 再短短的 我進去2010年的時候 我的感覺 清華還有很多 不如人意的地方 我記得我參加各個系的 那個系主任 介紹這個自己工作的會 有的很詭諧 講得很動聽 但一看就是自圓其說 就感覺這個東西呢 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偉大 被他們說的那麼偉大 當然自己要自娱自樂 也要講得挺好啊 才能振奮自己啊 激發鬥志啊 往上走 這是2010年後面那幾年 剛剛開始那幾年 我記得我那時候 還給陳吉寧校長 寫了一個東西 我說可不能行這樣的風啊 我們工學院的這個 系主任如果想的是這個樣子 光想在中國我汽車怎麼做老大 不是在世界上怎麼樣做老大的話 我覺得不行 後來你就發現 從2015 16年 學校決定 我們要做一流大學的時候 今天清華妥妥的是世界一流大學 我覺得這個決心 與他的眼光挑人選人是分不開的 所以這個學校今天這十年的巨變 是和國家的發展當然是分不開的 另外與他自己的擔當也是分不開的 那麼最後一點點事呢 就是我自己進到清華去復健地學 很有意思 大家都知道1952年 咱們國家呢 中國做了一次這個院系調整 我在南京大學的時候呢 聽到的就是南京大學自己的遺憾 說我們南大 這個航空系搬到了西安西北工大 我們這個農學系成立農學院 我們工學系成立工學院 那個時候南京工學院 後來東南大學 就是好像四分五裂 最後折騰了一對成了個文理大學 對吧就是文理綜合大學 那麼北大也是文理綜合大學 我們上大學的時候也是這樣感覺 清華就是工科 那個我們80年代那個眼光 進去看的時候覺得 清華就是工科學校 但是清華在1952年以前 是非常輝煌的 這個剛剛我跟這個 咱們紀念館的人交流 他們也都有這個認識 雖然北大有很輝煌的 這個一些紅色歷史對吧 但是呢這個清華那個時候 在這個學術的方方面面 在咱們國家 他們說1952年 全國可能就是兩三個學校 是骷髏的大學 清華大學就是其中一個 我給你們講一個例子 1952年啊 清華就已經有 地理 地質 氣象 三個系 那這三個系 就是所謂的清華的地學 一會兒會說創辦的事 就是這三個系 當時一個系 地質系 被分出去 成立中國地質大學 就是當時的北京地質學院 地理系和大氣系 就是氣象系 當時呢被建議 當時有高教部 高教部呢建議 並入北京師範大學 結果有一個清華的學生 當時說不同意 這個方案 寫信給竹可征 竹可征那時候 中國科學院的副院長 給他表達一個意願 說這兩個系啊 應該到北京大學 病入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今天地學很好 實際上它的根 他們自己也認 它的根在清華 就這麼說吧 這個事情成功了 是因為竹可征那時候 有份量 他給高教部寫了一封信 轉了這個學生的信 是吧 最後呢 他們病入了北京大學 這個 那病入完了以後 一個清華大學 在1980年 在宗凱老師進清華的時候 清華那個時候 主要以功課為主 連物理 只有工程物理 那這個 其他就是 就是幫著上課呀 對吧 數學物理 那就是師子班呢 培養 培養的是 想辦法盡量的 教課的老師 並不是真的去做研究的 那清華的高眼光 又反映在這兒 不禁把物理恢復了 那個時候 第一任的理學院院長 但是以前你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 葉啟孫先生 他曾經當過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 那麼後來在80年代 又這個清華 等於說 又從工科轉型 考慮這個 這個要把物理數學 這個化學 這個生物 要發展起來的時候 第一個理學院院長應該是周光釗先生 對吧 周光釗先生 後來呢 這個 好像物理系系主任至少 接著周光釗先生的 就是陳昊明老師 對吧 我這裂的第二個底下 有個名字 陳昊明老師 他後來又去 幫著清華建地學 非常了不起 這個先生 那個 我想講的呢 就是 清華用了很短的時間 你看生物現在是全國第一 對吧 最好 這個 2010年 我們開始復健地學 那麼 叫我去 這個 我們啟動了一個 這個 當時說 應該辦什麼學科 我們就 這個 叫地球系統科學 當時全國有一百多個系 有地理 有這個 很多系 有 地質就更強了 咱們國家 所以學校當時說 咱們辦個地理系吧 那麼當時呢 學校的 常副校長陳吉寧 和陳昊明老師 兩個人都 都認為我們要辦新學科 辦一個系統的 這個地學的學科 後來我才發現 這個地球系統科學啊 在羅加倫最初 1928年 清華建立國立清華大學的時候 他就想辦一個科學的地理系 而他描述的那個內容 就是 地球系統科學 所以等我們90周年慶祝的時候 感謝校書館的老師 當時這個找出來 這個學校1928年 成立國立清華大學 任命羅加倫做校長 當時沒有數理化 生理 不是 心理 還有可能生物 這樣幾個學科時候 他加了個地理 後來請了 翁文浩先生 是中國第一個地質學家 去做地理系的系主人 結果1932年 這個地理系 改成地學系 然後呢 後來又慢慢演化出來 這個三大系 剛剛我講 這個故事基本上就講完了 對吧 到1950年就三大系 那麼清華對中國地學的貢獻 在1980年的時候 那些院士裡面一多半 是清華地學的畢業生 所以這是清華在1950年之前 培養的人的這個貢獻和力量 時間關係啊 我就給大家最後簡單的匯報一下 十年清華復健地學 從一個不入流的這個 清華的地理學科 這個很快變成中國 在國際排名最高 那麼多地理啊 根本就我們沒有故意去辦地理 我們辦地球系統科學 今年教育部批准地球系統科學 招本科生 然後呢 有兩個專業 一個生態 一個大氣科學 都進入我們國家的 A類的這個學科評估 所以這個在國內 和在國外 清華迅速地把地學 這個建起來了 應該說 學校的這個力量 不管他決定做哪個學科 都能把它做好 我非常的這個 感謝學校的這個領導 對吧 所以呢 感恩清華 最後一句話 謝謝大家 我們非常感謝 龔教授給我們一個很精彩的分享 現在有請第二位的長者 金富俊博士 他居然從北京過來 就是跟我們介紹一下 清華的歷史跟文物 各位在場的朋友有一本書 就是檔案裡的清華 這是金老師最新的一本書 所以大家看完那個掌座之後 都可以看一下那個書 我們就把那個時間 先交給金教授 金富俊博士 然後呢 再次回到哪個時間 好的 這間就把這個書 剛剛的來講 太太太 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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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太 太太太 了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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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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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